童万杰现在举行短期工作人员的征事 结果预定要录取300多人 有将近1000名学生来参加面试 其中是有男学生他们不讳言地表示说 因为来童万杰打工可以认识正妹 多了交朋友的机会 好几位年轻人在体育馆里运着篮球向前跑 这可不是学校的体育课 而是宜兰童万杰征选工作人员的考试项目 为了考验协调性参加考试的学生 必须运着篮球通过三个三角锥 跑25米 接着再搬一箱将近14公斤的矿泉水 竟走完25米 全身男生在35秒 女生在45秒内完成就算合格 宜兰童万杰征材 现场大牌长龙等着面试 争取内容包括工读生 随队翻译还有救生员 来了816人报考 录取353人 录取率只有45% 现场报名的男学生来了不少 因为还多了可以认识 正妹的机会 男大神讲得很害羞 想要透过打工多交朋友 但是主办单位面试 还是很严格 里面有些男孩子 他们会说来的目的 想要把妹 因为有现场的女孩子的工读生蛮多的 那比较有机会 我们其实最主要是他的观念跟工作态度 主考官提醒 只为了把妹来同万杰打工 是不太可能录取的 而娇弟弟的女生也得通过搬重物这一关 看来男大神想要打工兼把妹 还得多多表现工作态度才行 追求林医生和赵伟宜 采访报导